什么 爸 爸你这是怎么了 爸 这怎么办呀 哭什么哭 老爷子还没走呢 哭给谁看呢 爷爷 爷爷 你 你干什么 你要是想让爷爷走 再快点你就继续晃他 什么意思啊 让老爷看看 他有这个本事 他会抗个屁啊他 窝囊废一个 哎你给我起开 你没帮我打电话还来人 怎么 真想看爷爷去死吗 我去打个电话 把赵医生过来 怎么会有针口 谁给他扎的针 罗宇 爷爷怎么样 心率跳得异常快 不像是自然一气的 什么意思啊 有可能是爷爷 之前的病导致的 我扎几个看看 行了得了吧 你赶紧滚吧 一个非我要是能看病的话 那我就能出国 人家当诊手 就是 自然 你别被这个蠢货骗了 连赵医生都治不好我的脸 罗宇就能 你懂什么 行了自然 别别傻子正常短 这 你 张医生来了 哎呀 张医生你终于来了 老爷子突然晕倒了 刚可怕我们家也吓坏了 老爷子虽然你这心脏不好 但是我给他的药是救急的 你问是为了没 为了 可是不管用啊 这怎么可能 这药 从未有这样的事情了 张医生 我劝你这针 能不能扎 你试试 他呀 就是我们家入赘的赘婿 张医生 您不用管他 您看您的 那他自学 还能看病呢 罗宇 你不要耽误张医生看病啊 你为什么不让我打针 你如果扎了这针 那老爷子必死无疑 我说八道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说 我要害死赵老爷子 罗宇 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呀 张医生 可是我们赵家的医生 我们赵家谁生病了 都是找到张医生看的 罗宇 张医生不是这样的人 区区坠序 也敢在我面前指什么话巧 难不成 你觉得你的医术 比我更好 你知道老爷子 现在的情况不对 吃药没有用 你还要扎针呢 就是因为吃药没有用 所以才要扎针 那你知道为什么 吃药也没有用吗 那是因为你刚才 把这个病治得更严重了 罗宇 你不要耽误张医生 看病啊 听见没有 就是 我看呀 你就是想让爷爷死 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 这顶高吗 我可对不起 想让这老爷子死的人 是你你们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 爸的被子里 怎么会有这个 这个问题 恐怕就要问了表哥 想让你浪过了吧 是你们两个弄的 是你们两个弄的 我我可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见都没见过 你从哪弄出了个什么东西啊 这是 你不要诬蔑人 我告诉你 不知道 那我和自然刚进来 爸出去喝水的时候 只有你们二位在爷爷的房间里吗 我去客厅喝水的时候 你们俩在干什么 说呀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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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东西 干什么 不要试着口陪人啊 好啊你 怎么 想把屎盆子玩 我说我说什么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要 恨死我吧 天地良心呀 在你眼里 我就是那样 蛇险心肠的女人吗 这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 你就这样吃了我 医生 你能看出来 在这里面是什么药吗 扎脱皮 你漏心肋的药 有人要害老爷子 什么 你还不说实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屋子里的 可就只有你们二位 蠢祸 什么东西都认不掉 既然被发现了 那就只能算你倒霉 那你当长辈 你竟敢灭灭我 我能亲手害死我亲爷爷吗 我当时就知道 你嫁进我们赵家 就另有企图 现在果然是这样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爸 这也太过分了 够了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这 这是什么 这是阿脱皮 爷爷的心脏本来就不好 这么一枝药 可以直接把它抹断 这也太狠了吗 不狠怎么能拿到赵子 赵子昂的实力 现在是越来越强 崔柳也不仅要比较面子 还跟俊猴的关系 非同小可 他现在越来越强 如果爷爷将赵子昂 一手交给他 我们也想起来 我们也想起来 再来 你看那个初心 用这么大一笔财物 就同手送了 没有怎么心呢 爷爷怎么样了 小声点 爷爷好不容易刚睡着 爷爷突然晕倒了 爷爷这些病患 越来越严重了 我跟你说 我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你说什么呢你 你可别忘了 咱俩当初可说好了 我帮你搞定赵子昂 你把公司的股份 你得分我一部分 哎呀你干什么 你说什么呢 别让人让你听到了 这能有谁呀 这屋里就咱俩 我可告诉你啊 你别给我出尔反尔 如果你出尔反尔的话 我就把你之前做过的事情 我给你全抖露出 去去去 来 倒了 爸 你爷到底怎么了 你爷到底怎么了 还是老毛病啊 只不过啊 这次感觉很难 你爷到底什么毛病 告诉你有什么用 我以为 一点忙也帮不上 你爷快不行了 哎 幸亏没有酿成什么大祸啊 是你爸要给我的 你爸要给我的 你自己在那做错事 还在这胡乱咬人 不能陷害我 救命你 你要害我 你瘋了 我 哎 毒蜂 你这个毒蜂 我怎么会娶了你这佣女 毒蜂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速开 幸亏爸今天没事 否则的话 我非把你说的坚异不可 我狠气 我狠气 想害死我爸的 谁又是你 爸 现在打算怎么办 幸亏这一次爷爷没事 不然就真的好 离婚 让我赶住赵家 你说什么 离婚 离开赵家 你听不懂人话 这种可怕的语 就该跟他离婚 狗鸣狗啊 真是一场好戏 这哪有你说话的事 你可废我给我闭嘴 都出去吧 让我给老爷子好好看看 爸 我们先出去吧 现在 你聊下